制作YouTube的播放清单 我们会把同系列影片放在播放清单 那怎么做呢? 你跟Google申请的账号呢 你就会有15G的空间 那有很多免费的应用程式可以使用 那更棒的是什么? 你在这里做手机都一样,同步更新 那我们现在来提的是YouTube 点起来 进到YouTube,这是YouTube大家的首页 那它会记住你个人设定哦 那我自己的频道从哪里进来呢? 点右上角你的账号的地方 这是我换过图,如果不是图就是你的名字 接下来点这个,叫YouTube工作室 叫YouTube工作室 就进到个人的资料区 所以我这边再打杀一下,sorry 你这边看到是大家的哦 当我点YouTube工作室 这时候左边换到就是我个人的资料了 我个人的编辑资料 那在YouTube里面呢 你要放所有东西 接下来做什么事在设定的地方 不再设定,往下移一点点 好 在哪里呢,我看一下 在这里播放清单 它现在更新了,播放清单这里 新建一个播放清单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同系列影片放进来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2016的 2016教学 2016教学 建立哦,预设是公开 如果这影片不想给他看 你也可以切换啊 我们再改一下 老师,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 我不想公开呢 这是我家庭影片 你可以选择不公开 不公开就可以跟你好朋友分享 如果你设为私人 只有你能看,谁都不能看 这是他预设 那我公开 有了播放清单 接下来我们要传影片哦 我刚做了一个影片 那怎么传上去呢 好,再看一下 你下次要传影片的时候呢 一样先进到YouTube来 点右上角这个 这个,摄影机 就可以把你影片传上去了 那你也看一下这个过程 那这边公开上 那这个影片你还是可以选择哦 你要不要公开 或是不公开 或是私人的 或是排程 排程发布是什么 我今天上传 可是我要下个礼拜 才给我的网友看 我虽然是今天做的 你基本上网红跟人家 我们固定每个礼拜四 会推出新的节目 可是我是今天就做好了 那我固定到礼拜四 才发布出去 那我的影片大概就设公开 那我们要传上去吗 传上去的时候呢 好,我们把它A01传上去 那这个内容是这个 你要打清楚哦 这是我把程式放在工作列 可以快速启动 最近编辑的十个档案 你可以打完整一点 这是我建议,强烈建议你 那这个影片传上去的时候呢 好,你可以打关键字给它 人家打铝冲闲的时候 可以找到这个影片 打这个词,打这个词 这是关键字 这边可以打 比如说我们工作列 我再打工作列好了 好,所以它在YouTube的关键 这个地方输入什么 我的名字 Word,Word2016工作列 都可以找到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我要放在哪里 这里这里 清单在这里 我们刚不建立一个2016吗 点起来就好了 好,来,我就点发布 等它处理完 所以你把影片上传上去的时候 它会把它转成MP4 当然,如果说你 我希望给我朋友分享 你可以把这个点起来 透过LINE或FB传出去 我连我的FB 假设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想跟我的Facebook的朋友分享 那很简单 来,我来点一下看一下 我录了个影片 教你操作什么 这个水果机的操作啦 或是怎么样去考鱼 类似,又出现这个了 唯一的选择叫封锁 来,Ctrl-V贴上哦 那为了不打扰我的朋友 所以这个我先暂时选什么 那就可以发布出去了 我们先发布出去看看吧 所以这个Facebook没有 那你的朋友呢 只要点了这个 就可以看这段影片了 所以你可以录任何东西 假设说我家里有个设备怎么操作 你就拿手机拍一拍 传上去就可以做了 传到YouTube 你传到YouTube上去呢 就会有一个网址 那这个影片可以透过LINE 透过脸书 透过E-mail都可以做分享 这是非常棒的 这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的朋友知道点就开哦 来 当然如果要公开的话 点这里公开就所有人就看见 这只是一个测试影片而已 所以我最近就把它关闭吧 好了,我们就把它做什么 删除 这边是示范一下 传到YouTube的分享度 其实能见度是很高的 感谢观看